就是说不能把它直接就上来一步 呃就跟客户在需求里边就说 你这个我就可以在系统里边给你弄成什么添加添加账目或者什么 呃不能上来直接就这样做 应该上来直接先把这个用户的跟系统无关的这种 就是说不涉及系统的这种需求 先把它分析清楚 对吧 在咱们这个里边 用户的像像这个王小强 他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他这种不涉及系统的需求的是什么 对那就是记账对吧 最直接需求就是说记账对不对 把这个记账他的流程这种什么 他有这种需求他想把它简化或者什么 对吧 这就是用户的跟系统无关的这种 呃就是不掺杂系统的这种需求 你把这个给搞清楚了 客户的希望目标是什么 就是把他这个记账的过程或者流程给简化 对不对 这个你搞清楚了 再往下走一步 用户的需求你搞清楚了 然后就是功能范围要确定 对吧 范围你首先要确定好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像 这个项目小点还好说 对吧 你比如说像这种呃很有可能这个王小杨回去他还会爆炸了对吧 他还要填写单据什么吧 呃你如果不把功能范围需求好你最后有可能造成你这个项目 根本就不可控 你在做的时候你没定好这个 他这个项目的范围你会发现你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根本都做不完了 这种小项目你还可能看不开 但是如果是一个大项目的话 这种项目的功能和范围你没有划分好的话 你就发现啊过两天做了几天啊 客户又给你提出一个什么需求 结果他原原本把它和这个系统里边本来不应该包含进去的一些功能 他也想你做进去 就会造成你这个项目整个就不可控 所以说在项目之前 把它的这个功能范围给划分好 区分好也很重要 在咱们这个项目里边 他的这个功能范围就是把他的这整个记账计算这种流程都给做好 对吧 他才能回去还有报账啊 前报销单据或者什么乱七八糟 这种这样的业务 这就不属于咱们软件的功能范围之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功能范围也给他确定好 在咱们这里边就是 把他的这整个记账 记账计算这个流程 这给他做进去就可以了 对吧 其他的咱们就不用管 然后最后 这些用户的最原始的这种需求确定好了 功能范围也确定好了 然后最后一步还是真正的 把咱们这个软件系统的思想 还给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需求给汽取出来 对吧 在咱们这个需求里边 咱们就很明显能看到 在他这个需求里边 肯定是牵扯到这种消费人了 对不对 咱们就是按照逐步西化的过程 最后一步一步就分析出来了 他肯定要有这个人员的管理 对不对 这就是在系统里边 功能需求最后具体到了一个功能 对吧 要有人员管理 这就是比较这种 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这种语言 比较专业一点语言描述了 对吧 人员管理系统 人员管理模块 然后在这里边 咱还能看到他这里边记了 账目你要划分开 对吧 他这里边就有什么北京出差的账目 广州出差的账目 对不对 包括他甚至后面他说 他和孙同学合租也是这样 记账 是不是还有合租的账目这些 对吧 所以说 最后逐步细化之后 咱们又形成了系统 软件系统里边 要有账本管理这个功能 这个模块吧 对吧 然后再往下 最后 这里边如果再细化了 这种肯定这个记录消费 也是要有的吧 对吧 查询消费 对吧 然后最后的这个统计管理 映射的应该就是他那个计算的过程吧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最后他这个算账的这种过程 统计管理吗 对吧 这就是最后 咱们一步一步逐步的由这个设中 然后需求获取 到最后用户的这种需求 划分好功能范围 再往下走 最后逐步形成了这种系统里边的功能需求 对吧 但是咱们这里边你看还划分了 有显示功能需求 还有影视功能需求 什么叫什么是显示功能需求 什么是影视功能需求 显示的就是你 直接通过客户的一些这个 他的一些计划 或者他的业务逻辑 他的这种目标 他想要的这个结果 里边直接能提取提取出来的这种功能需求 对吧 必不可少的肯定要有的 对吧 他是上来他的需求 直接就给你提取出来了 对吧 影视的功能需求呢 你比如说类别管理 这里边他这里边没说什么类别 对吧 但是你从他这个账门里边你能发现一个什么 吃早饭 中饭 夜市 这是不是都算 他这个消费里边算 这种 餐费的类别 对不对 车票呢 打滴呢 交通 交通 是不是 宾馆呢 这种呢 对啊 然后呢 花费 对啊 所以说 这里边你能归纳出来 其实从他这账门里边 他虽然没提 你能看出来有这个类别吧 对吧 所以说即便是有时候可能客户一些需求 或者什么没提 因为你想想一个账本 他最后在算账的时候 他现在给你只提了 他只算算钱就行了 对不对 你按照你最后逐步功能的完善或者增强 按照正常来 一般那种记账本的 或者你找其他的一些记账的程序 他一般都会有类别的相当 对不对 虽然客户没跟你提 但是这属于隐性的功能需求 很有可能这将来就是一个扩展点 对吧 所以这些你有时候可能也要考验 你提钱就给他加进去 就是说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呢 或者资源 当然就是那种很复杂很大的功能文化 那肯定就另当别论 像这种 很有可能后边会加的 但是你做起来 在你的这个成本资源时间 这种范围之内还都许可的 一般都就是说这种隐式的功能需求 也要给他想到天好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咱们还会给他加一个阅读的消费提醒 这是等于是也帮他 就是一个阅读消费 每月的这种消费情况能够帮他自动做一个提醒 这也算是隐式的一个吧 对吧 然后程序的主框架算不算 他这里边可没有任何专业术语跟你说 你这个软件怎么怎么做 要有什么什么 他只是描述他平常这个账目管理的一个逻辑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这系统里边那肯定要有的 没有主框架 没有这些主框架 你怎么让他操作呢 对不对 这个估计又可以停了 稍等一下 好 你想这个主框架就是他整个操作框架 你肯定这里边要有 对不对 不然他进来降了 你怎么让他提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隐式的功能 这些也都要放进去 对吧 他虽然没有提 所以说 通过这上面一系列的这个过程之后呢 我们逐步的这个思路就清晰了吧 对吧 在这些过程之中 你把这些用户的需求啊 功能范围什么这些都形成一个文档 逐步的把它细化 最后你这些功能或者什么就都列出来了 其实按照一个 很正规的这个软件工程的概念 你包括最后的你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需求管理啊 或者是一些文档这些都要给他输写权的 只不过是咱们在这里边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简化版本的 大概给咱讲解一下 咱们就是说得到这么一个用户需求软件需求之后 就是一个初步的这个思路应该怎么做 就是尽量把这个思路往正式的方向上走 避免以前那样上来就直接就表了 什么设计不设计啊 先把表弄好再说表设计完了就直接开始编写权 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需求或者什么都给 先整理好归例好谋划好之后再进行过来就学了 所以说呢 最后咱们做一个简单的简单的总结 他这个所谓的需求分析是什么呀 对不对 就是确定软件要做什么 对吧 确定系统要 他的目的范围还有所要做的工作 这就是咱们就是需求分析的这个目的 对吧 好 咱们这个需求分析呢 就先简单的讲到这儿 好吧 在下边的课程里边就是 Candy还会给咱们就是更进一步的讲解 对吧 这是咱们的这个项目的影子 然后再往下一块呢 就是咱们这个在项目开始之前啊 就是说 包括咱们以后在工作或者什么时候 不管是他之前有没有 咱们最好因为你工作 你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工作 对吧 甚至包括你自己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你之前项目的一些 比如说层次结构啊 包括什么一些里边的包括命名规则啊 什么这些约定尽量都要协商好 统一好 甚至是形成一个文档 你知道吧 比如说包括什么 包括你里边空间的命名规则约定 对吧 你变量啊 或者类命名这些命名规则约定 包括你的这个项目的层次结构 怎么样 怎么 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层次结构 对吧 这些都要 呃 和你的这个同事相互之间要事先约定好 不能说 这里边你写你的 我写我的 最后代码写出来之后 大家相互一看 你看着是一个软件 但是一看里边代码 乱七八糟 明显就是好几个不同风格 人家写的 对吧 这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你一个就是好的习惯 或者是说一个好的团队 你每个人写出来的代码 应该你让人家拿出来看 应该就像你一个人写 不能够一眼就看出来 这两个明眼就不是一个人写的嘛 这不是一个就是说 很好的工作习惯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种 这种约定 在团队配合之前 或者合作之前 要相互约定 甚至形成一些文胆 大家都这么做 这样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不管是谁写的代码 比如说哪天这个人不干了 或者走了 或者怎么样 我拿着去看他的代码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约定是一样的 风格是一样的 我能够很快的就掌握 他的这个代码 对不对 要不然 咱们程序员都知道 看别人的代码是最痛苦的 对吧 所以说这些约定 或者什么 养好的规范 或者习惯 没养成好 最后 吃灰的还是自己 对吧 另外一个 你代码 这种写的好看 弄的漂亮 自己看着也舒服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这个程序员代码 就相当于 女人的脸蛋一样 也很重要 是咱们程序员 自己的脸面 对吧 这是 所以说 这里边有一些约定 像咱们这里边 项目层的结构 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里边的这种层次结构 你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 Activity 对吧 这个包括包名 当然我这个包名 应该还不是非常符合 这个加入的规范 我们这个在实际做项目之后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调整过来 我们在实际项目代码的时候 因为会一行一行带着咱们敲代码吗 咱们在这个敲代码过程中 就把这些规范和约定都给它用起来 这里呢 咱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Activity 你明显一看这个包 就知道下面放的都是这些 UI吧 Activity这些 见面吧 对吧 这个来 Adapter 对啊 Adapter 对不对 很明显吧 Business能看出来吗 Business不是业务的英文单子吗 放业务逻辑 你以前做程序经常听什么三层架构啊 业务逻辑分开 这是经常听说吧 对不对 那做web项目或者什么 有三层结构或者什么 业务逻辑分开 咱们做手机项目也要业务逻辑分开 你不能把你的业务 基本上代码全 全写到一个XP的页面上 对不对 你操作个数据库 你难道在Activity里边 直接去打开关闭这个数据库 对不对 所以说 对啊 所以说 这都是很不好的习惯 你没有做正规的项目 或者平常只是练手啊 或者什么 你可以简单一点就无所谓了 但是你一个正规的项目 一定要规范好 要不然你说你一个Activity里边 几百行代码 什么数据库操作 什么乱七八糟 EFELS全网里边放 你说谁看的不疼痛 对吧 所以说这个Business 放了就是咱们的这个业务类 对吧 别来哪 Tonels 能看出来吗 空件 你项目里边是不是会 你比如像典型的咱们这个 是不是有这个华动菜单 咱们点进去进去一个 这里又有华动菜单 你虽然是不同的Activity 对不对 你用华动菜单的地方很多吧 你说你不把它封成空间 你准备怎么办 每个界面里边都去弄一边 然后代码在这 Ctrl-C Ctrl-V 是不是 所以说 在程序代码里边 你这个封装非常重要 就是说任何不该往外暴露的具体的细节 你都不要往外暴露 比如像这种空架就是点停的 如果谁要用你这个空架 他需要关心的是什么呀 他需要关心的知道 怎么怎么这种打开合并你的菜单 对不对 他知道怎么在你菜单里边添加星象 是吧 这是个空架 这是滑动的 它不是一点 切了一个新Activity 这是在一个界面里边 它这个菜单会上下滑动 是个滑动菜单 所以说像这种空架 你要把它封装好 你不能在每个项目里边都在这 Ctrl-C,Ctrl-V的拷贝代码 对吧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很明显就看出来了吧 对不对 对啊 Database 对吧 Database里边这里边有分的 Base 这边明显封装了一些鸡类或者什么 对不对 这个就再看这里边 是明显你看 Accountbook账本 什么类别 对不对 什么消费用户 这是明显一些底层操作数据库 这些类的封装嘛 对吧 这是这个Database这个结构 Model呢 这个 中文我没有知道 实体类嘛 实体类 这都是现在最常用的 你传参数 总不能一传传一块吧 用实体类 形成实体类 面向对象这种方式 把它封装好 对不对 一个实体类就传过去了 对吧 这里边封装了 实体类一般都是 在很多情况下 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用了 对于表的这个映射 数据库表的映射 一般是表什么样 映射出来的这个实体类 就是什么样 对吧 再往下来 Service 系统里边用到 你有可能用到 后台服务之类的吧 它封装进去 对吧 这个来 UTTT 通用工具 工具类 你经常要用到 你比如说看到这里边 比如说日期的工具类 日制的工具类 这里边有什么 证则表达式的工具类 反射的工具类 你知道在 程序里边经常用一些 人家封装好了 就是简化后的函数吗 比如说日期操作这些吗 UTTT 这种就放 放这种工具类吗 对不对 你 所以说这就是它 这个项目层次结构的 这些一些约定 你在项目做之前 这些约定或者包什么 就要事先定义好 然后跟团队也要协商好 你不能 比如说 有了 有了activity 它起个包名叫UI 它扔进去了 有了叫activity 你们两个人都往里边 放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最后 让人一看就迷了 到底哪个里边 放的是你的这个界面 有了叫UI 有了叫activity 对吧 所以说这些都要事先约定好 把这个层次归完 所以说这个项目 你从它的这个包名上面 很容易就能分清楚 它的这个逻辑 到底里边都放的是什么东西 你看起来这个代码 你阅读它代码的时候 就方便许多了吧 要找界面 就activity 要查 要查它的这个数据库 就database 对不对 adaptor这些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咱们这个项目层次结构的决定 然后下面 比如说这种命名规则 咱们这里边 都不一一的过了 你比如说在这里边 咱们activity是不是对